遙闊晶亮的歌声 回荡在天主堂里 由查马克一手成立的 泰武鼓尧传唱对孩子们献唱 送老师最后一程 继续向前完成梦想 我们会继续延续老师的爱 和他的精神 尝尝老师对文化的热情 与实力感 虽然这个班子 屏东县长潘孟安 赶念查马克老师的无私贡献 开启了台湾族群教育 新的里程碑 当初居中牵线 介绍他演出斯卡罗的 原住民立委武力华则说 透过他在戏剧中 大骨头啄起堵的角色演绎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原住民 他在美大的赞 他做过什么活动 不在意他创造什么 而是创造了这个价值 过去民族的教育很少 可以在意 但从他们都开始 去对民族教育之后 开启了台湾 在整个各个族群 民族教育的新的里程碑 我相信 透过他一个充满灵魂的眼睛 生意 他其实要传递的就是 要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原住民 看见这一段历史 看见土地的主人的存在 长子乐可爱 在告别弥撒县时 有人在为你祷告给父亲 让他在天上别挂心 在追思弥撒中 文化部 圆明会 教育部等都颁发奖状 表彰查马克 对这块土地的贡献卓越 屏东县长也说 未来对于 圆明文化及教育的传承 也将延续下去 让世界听见台湾 最美的声音 新唐人亚的电视 简成如 台湾屏东 采访播导